因为我长期研究国际事务 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具有国际政治敏感性的一个国家 那么举个例子讲 我很简单的讲 当年韩国瑜前市长声势最高的时候 他想要求到美国访问 后来也去了 当然美国稀释了一下 直到西岸 东岸就没有 后来到香港 有引起宣战大法 另外一回事 可是当初的韩前市长 特别指向希望去新加坡访问 可是新加坡政府居然让我很意外 他公开的就说不方便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可是新加坡看得很精准的第一点 第二点 从去年开始不瞒各位 那么新加坡做台代表已经跟我讲 他希望邀请那时候是 当然那时候 他认为他想邀请柯文哲 柯P去访问新加坡 那么他们也是着眼于台湾当时的国内的环境 认为柯P是一个up and coming 一个公民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有兴趣来 他请柯P去 后来柯P大概延了半年多之后 去年12月才成行 这次他邀请新北市侯市长去 我相信应该是基于类似的 同样的一个出发点来看 他会希望台湾 他对台湾的关系非常特别 台新关系一直是很特殊的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他有一个背景 我觉得不排除他新加坡 虽然是谈到政治 或者都市 或者是新创青年等等 但是还是不排除一些政治的敏感性 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关于国民党的情况 我想各位都很熟悉 我们也很觉得也很不解 那么 当然 跟我自入性行销没有关系 我在两年多前 跟我个人无关 那时候我出一本书叫 把一首坏牌打好 结果那本书刚好在前年1月 在选举之前 大选之前就出版 后来 那个书名出版后 选举之后 大概很多人就跟我回馈说 你这书名是什么意思 把一首坏牌打好 是不是在讽刺某一个政党 把一首好牌打坏 我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各无不关 警务对号入座 对对对对 但是回头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可以体谅 我可以同情 朱立仁主席 他内心所遭受压力 他这些年来 他的确承受很多的压力 这我个人表示同情 在此但是就事论事 你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 或是你希望作为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 古今中外 忍辱负重 这是个人的修养 一个品性而已 可是做个领导人 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修养 你要有这个能耐 治国的能力 还要看很远界 用智慧去化解 而且去超前部署 你化解目前 国民党 你定位 国民党目前遭受困难 过去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有过 怎么越来越重演这种戏 让人家怎么去 能够相信你吗 讲不好听 你十个忍辱负重 也无补于心